你好,今天是2024年的1月5日 想跟大家說一下財經新聞的解讀 在下面的說明有一個連結 如果想加入群組就可以點擊加入 是一個公告的群組 1月20日有一個線下的活動 其實已經差不多九成多 我想只剩幾個位置 有興趣的就去WhatsApp我 看看還有沒有位置 現在想先講一個故事 以前大家都可能聽過黃占先生 黃占先生有一本書買得很搶銷 那本書叫做《不聞集》 其中一個故事就是那些色情笑話 就是講《一流》 什麼叫《一流》呢? 就是講他在他那個喳喳那裡 就找人去紋身 那他就給人看 那他說你寫得兩個字這麼少 《一流》 那占叔就跟他說 你看清楚 當他洞爺的時候 是一江春水向東流 那我想講一個故事 有一個朋友就去找文身師傅去問 那他就想問一個字 就叫做金融精英 那就希望當他洞爺的時候 就是變成金融中心精英 那那個文身師傅就跟那個客人有手 那他就問多兩個字 就是金融中心為子精英 那洞爺的時候呢 就是變成這個字 那當他縮小的時候呢 就是變成金融為精 那現在香港呢 就是被人家去恥笑 就說香港是變成金融中心的為子 而在金融中心為子的金融從業園呢 就是金融為精 那你說當他不是動牛的時候 你看看自己用手劣一劣他 你是變成金融為精 還是金融精英呢 就要靠自己對手了 始終都是靠自己對手 因為說真的 昨天拍了一條片 就講香港 香港現在面臨的問題 就是那個服務出現了問題 市場出現了問題 那有兩位網友在下面留言 他講得挺好的 第一個就是說 香港人現在指責一些內地人 下來香港玩 為什麼不住 那現在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去講出來 就說你們香港人 回去內地深圳消費 不是又是嫌貴 幾百元的酒店都不住 不去過夜即日來回 那其實在講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 你用一隻手指指著人 其實四隻手指就講自己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就是因為就是錢的問題 省錢問題 那第二個網友又講得好 他就說 你看一下澳門 澳門的威尼斯人 那條賣衣服那條大道 是內地人充斥著 跟著呢 買東西一大包一小包 這樣他們不是沒有錢買 而是他不想在香港買 因為體驗不好 那這個是我們要去反思 那第三個想談的就是說 有很多人就說 講到中國一無是處 中國幾十年都回不了身 我覺得不是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看到 其實為什麼美國要去 走去打中國呢 其實他就是看到 以全世界這麼多國家來講 中國的殺傷力最大 危險最大 那破崙都講過了 真是不要叫醒這一條 睡著了的巨龍 那這個就是現實 你看到以前 說真的 中國是一個世界工廠 他們做的那些東西 真是鬥便宜鬥便宜 但是今時今日不是 你看他製造的汽車也好 你看他做的手機也好 你看他做的高鐵也好 你看他做的5G也好 現在說是6G 他們是比外國更加先進 即是你看到 比如手機 你是蘋果 三星 跟著內地的華為小米 他們的功能不會比蘋果 或者是三星差 即是講真 三星出名的電 就是用不到大半天的了 內地的電池 華為也好 小米也好 可以頂到一整天的 這個就是他其中的優勢 第二 拍照 我太太用iPhone的 我用小米的 我太太去拍攝的時候 都要借我一部小米去拍 就證明在拍攝的技術裏面 它是領先 那在高鐵 我想全世界 以鐵路的理數 以它那個行的速度 也都是它是最快 即是它是比日本以前的子彈火車 是更加快 它每起一公里 那個成本是比別人低 這些是不爭的事實 跟著講回汽車 你這麼便宜的一部電動車 它又是比外國的電動車 又是有很大的競爭優勢 這些是再再是表現到 內地的經濟 它們那個製造業不是差 那這個就是內地的優勢 即是不可能妄自卑薄得這麼厲害 那你說內地的問題和香港的問題 我始終覺得香港的問題 是比內地大得很多很多 那因為香港是 中國和歐美的橋樑 那歐美佔了全球的GDP 整六七成 歐美要去玩孤立中國和香港 香港便變得首當其衝 那最近呢 Richard Ellis 是理事 就做了一個調查 他就說 香港的空置率呢 就大概有整 一千四百三十萬 甲級的寫字 空置率一千四百三十萬 那個空置率呢 就飄升到去十六點四個巴仙 大概有七座IFC 那麼多 那這個就告訴你 你聽香港現在商業房地產出現的問題 為什麼這麼多空置呢 就是因為金融不好 金融不好 很多高薪的人士 尤其是五萬至十萬以上的收入的人士 這個是一個很沉重的打擊 打擊會影響些什麼呢 就是影響那個樓價 影響樓價的時候 就影響買地的收入 那最近呢 寧漢豪呢 發展局的局長呢 就說了 接下來 就是這一季 就是這個財政年度 最後一季 就是2024年的一月到三月 他們就不會再推出商業啊 和住宅的用地 他只是會推出一幅呢 元朗的工業用地 因為那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 就算推出來 那個市場 都不會去給一個很理想的價錢 就是政府認為合理的價錢呢 達到他的要求 與其是這樣 不如不推地出來 以免呢 有一個負面的信號 那其實 講了這麼久 你以為政府知不知道 賣地收入減少的影響呢 絕對知道 那政府的庫房 乾堂呢 我想 會今年呢 可能會是更加惡化咯 那 那 為什麼呢 成交 少了 跟著那個價格又是少 你看回 2023年 10月25號 推出那個新的住宅印花稅之後呢 11月呢 那個成交中數呢 是多了的 有成224宗 但是 那個總額呢 是1.8億 是比8月 那時候只不過是130宗 是說1.98億 7月123宗 是3.22億 4月份 196宗 是4.95億 那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 大家 貴價樓 千幾二千萬的樓 那些人不敢賣 這些 商是什麼 就是商在5萬到10萬以上收入的人 影響得罪債 就是說 你說 三百多萬 去到八百萬 這些 射程範圍裡面呢 他們都 夠膽 去搏 因為 你很多 叫做 南嶺 兩夫妻出來做事 兩萬多元 不難找 兩萬多元 成二 或者成三 有成六七萬收入的時候呢 那它是足夠負擔得到 一些四五百萬的樓 那所以 就是在那個 額裡面 五百多萬的樓呢 我想應該呢 他們是 應該是接受得到 去這個射程範圍裡面 那你說 千多萬的樓 二千萬的樓呢 不好意思了 就是 那一部分 那個人的收入呢 打擊呢 就是最厲害了 那 那 除此之外呢 我就想講 其實我昨天 就出席了一個 叫做 大中華 網絡 安全的協會 協會 就在 港交所那裡進行的 那 梁振英先生 就做會長 那 陳柳波 阿波叔 就 就是一個 開幕詞 那開幕詞呢 它就講 就是講 那個 未來呢 那個AI 對人的影響呢 尤其是工種呢 會影響得很多 那 那就 的而且確 會影響 譬如 你看到我現在做這條片呢 以前這樣去做 拍完片 要去背 甚至無 要加字幕 我想要搞兩三天 而今時今日 我又去拍片 現在是朝頭早的 7點 42分 到我上得到 那條片 去背 去加上 陀基 一層一層 這天加上去 我想八點半 應該都會完成到 這個 就是 現在 說的 AI 的威力 說的 怎樣 可以將 那個生產力 提高 以前 這些 是說的 只有專業人士才做得到 今時今日 是取代了 等同以前 我很記得 九零年代初 我有個女同學 她走去政府建功 是一個叫 叫速記員 考她什麼呢 打字的速度 每一分鐘 可以打到幾多字 可以踢到幾多 但是今時今日 這個工種已經沒有了 很多的reprocessing 由以前 由秘書做 變成 自己做回 這個就是那個改變 最近 也都有一個 叫做 AI 獨心的頭盔 就出現了 它是可以 將你這個意念的東西 就轉到 變成 文字 就是說 我不動得 整個人躺在那裡 套個頭盔 現在就可以 所以將我的想法 就變成文字 這些 是以前沒有去想過的東西 現在就是出現了 這個就是 我們適應不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就會被淘汰 又很有趣 有些人 就認為 有些朋友 甚至有一個群組 是一些教授 博士 學院 組成的一個群組 它都會覺得 algo trade 就是用AI 用算法 去做的程式買賣 那個成績 就一定會是好 它們還是有這麼 笨的思想 其實algo trading 說真的 都是有厲害的 algo 和差的 algo 如果所有的 algo 都是賺錢的 那就個個 全部靠電腦做 但是 那些是死物來的 人才是生 你怎樣去input data 怎樣去學 一些 對的 做法 那其實 就是要去學 對的 那我經常講 algo trading 或者你去做 做那些叫股票 投資買賣 跟打麻雀一樣 打麻雀有分 高章 還有市章 市章呢 輸的機率呢 就會很高 雖然間中 它會有運氣 會贏 但是它靠的是運氣 高章的 它全部靠技術 但是 都是會是講運氣 運氣不好 就照它輸 那但是 如果我是一個 AI 或者algo 或者deep learning 我跟一個高章的人 在腳背後 在他打牌 跟一個 algo 我是看一個市章的人 打牌 結果一定不同 那這個就是講 algo 都要去奸 對人 去跟 去做 就等於你algo 捉圍棋這樣 你跟一個 捉棋屎的 那你就捉了棋 都會輸 如果跟一個足企 厲害的 就會厲害 那這些 那些教授 都想不到 給一些包裝 就會去 覺得 那個會是 給其他優勝 那另外 有一個我想說的 就是 最近 有一個物業 在黃大仙 有一個發展商 就賣新樓 那這個新樓 有位youtuber就說了 他那個地契 原來就出現了什麼 出現了一些問題 出現了一些問題 那我 因為沒有看那個地契 我就不敢說 但是他講了 有兩樣東西 我想講出來的 第一 第一 他就說 這個地契 就寫明 是只可以發展做 one house 就是一間屋 那 不可以拆散的 那我曾經在 在九龍塘 我都遇過這個地契 那個屋 是九龍塘的 窩打老道 以 應該是叫做 西那邊 那是一些低密道 那是一棟的 那它是有三層 那 那時候我記得 十幾年前 我有個朋友 帶了古具機 古先生 來看這一座物業 那買這一座物業 那面對一個問題 因為要買 就要買一座 那但是他們希望 可以拆售 那通常我們這樣做 做法是怎樣 一是 就是去 地政署 就是去申請 去將這個條款 去remove release 看一下這個地契 可不可以去做這個 叫做lease modification 那這個呢 就是一些叫做 GP Surveyor 產業策略師 要去做的工作 那 就像王興貴所說 只有兩個結果 一是地政署同意 一是不同意 同意 就是把這個clause remove了它 可能要補一些行政費用 去做 不行的 那些人就會想辦法 律師就會想 會不會可以 將這個物業 變成一個有限公司 就賣股份去做 這個欠三分之一 那個欠三分之一 這樣去回比這個 onehouse的問題 因為都是同一個 under一個業主 這個呢 就是在說onehouse 第二個呢 就是在說 舊地契和新地契 如果你是拼樓 舊地契的時候 你那個新樓 預售的限制 就沒有這麼多 新樓那個 預售限制 如果你是一些叫做 新的地契 就是譬如我們都是合併 有些地契回來 有時我們是需要 surrender and regrunt 就是我們要 給回政府 再給回一張新契 那這個時候呢 那個新樓的預售 那個限制呢 就會是多很多 包括那個預售 那個樓花那個時間的限制 很多東西呢 都會有在這裏呢 是出現了 那這個我其實 因為我很多年沒有買過 我沒有賣過香港的一手樓宇 那整個十幾年都沒有賣過 所以這些條款呢 我就 一手預售樓花的條款呢 我不是這麼清晰 那如果有其他一些產業測量師 在看這個片 就是我的師兄呢 那其實是可以指證我 因為說真的 現在去賣一手樓呢 那個要求呢 是高很多 就是那本 售樓那個說明書呢 就是如果是最詳細那份呢 差不多是一本BQ 就是Bills of Contacts 就是QS 我們去做 招標去建樓 那麽上下的文件 那麽來的 那這個就是講的 那就是那些 新樓啊 舊樓啊 就是重建那裏呢 那裏呢 是有這一個的差異在裏 那最後補回一句 就是講的 現在聯儲局 今天報紙出了 就說 那些紀錄顯示呢 那些紀錄顯示呢 雖然那個經濟不差 現在他們是不急去減息啦 對通脹呢 還是說 是樂觀的 就是經濟前景未明 就是講那些 無靈兩可的字眼 那就是大家 就是不要自己去一廂情願啦 就覺得 今年呢 一定會是減息 香港呢 一定會受惠在減息那樣東西 我覺得 在這樣的前設裏面 去做任何投資的決定呢 就會是很大件事 那最後我想講多一個新聞的 就是講的 Fitch 惠宇呢 就削了內地 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評級 內地有四大資產管理公司 就包括 信達啦 中國東方啦 華融啦 還有長城 他們什麼時候成立的呢 他們那時候應該是 有幾間四大銀行呢 會來在香港上市 比如工行 建行 農行 中國銀行 他們在香港上市的時候呢 他們就是 之前呢 就把一些叫做不良資產呢 就給了這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裡面 就去做管理 令到呢 那四大銀行那個帳目呢 就很帥仔 那 我以我記得呢 這幾間資產管理公司呢 就是在 朱鎔基那個年代啦 就是 九幾年啦 我們要去 將一些 國有資產 或者國有企業 將它市場化 引入競爭 引入外國的資金 那時候呢 就去做了這件事出來 我很記得在那個時候呢 九幾年呢 那就有很多 文章啦 或者一些雜誌呢 就寫呢 這幾間銀行呢 很大機會呢 就會是爆煲啊 會是 不存在 那 後來發覺 去到 講著 九七啦 或者是 2008年 出現的時候 是雷曼兄弟啊 一間叫Vacovia啊 美聯銀行啊 是爆煲線 那這些就是 講著 就是 大家 中國 又有講美國的爆煲論 美國人 又有講中國的爆煲論 那我看 我自己看 兩虎 相爭來的 根本 這兩個國家 不是 你想像中 那麼容易對付 那 不是好像 坊間講到 一面倒 中國 會輸 會輸得很慘烈 我都是保持到那個 信心就是說 只要給他 就是領導人給他優養身色 十年八年 內地一定會是另外一個光景 那如果 內地是另一個光景的時候 那些錢 始終都是看回報 都是會回來 那 那香港的事情 那時候呢 就會是 重現那個 活力 那這個可能 不知道 可能是五年 十年 講不完 但是 對香港的影響就很大 因為香港的經濟產業 太單一了 跟澳門不同 澳門 就是還有 幾個人 在 美國還有幾個人 就是那幾個賭場 在澳門手裏面 那麼他們的打壓一定沒有那麼多 還有 他們都是賺內地人 出外面去旅行 那澳門 相對 內地來講 都是 有一個新鮮感 還有他們在裡面可以做一些博彩 這些都是對他們是有吸引力的 那 現在 內地 批去外國 還有這麼仇愛的時候 他們未必願意去外國 那 這個就是 講 叫做 就是我對 為什麼中國 還是這麼樂觀 回應有部分YouTuber 說我是盲目樂觀 那 每個人有 那個看法不同的 就是我自己在這裡住 我身為中國人 難道我真的看到他 悲得不得了嗎 我始終都可以生存 只不過就說 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是選擇做 金融為子的精英 還是金融的為精 就要靠自己的手 就是劣得好不好 今天想講就是這麼多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